述度成为国家的祭典仪式 因此道教的行事之科与行领之仪 变格外的慎重 科仪即只依照规范的动作、程序和领结、法式 而不同派别的科仪会有不同特色 但主要由请施圣、入户、发炉、请神、静表、转谢、妇儒、出户、谢施圣等环节所组成 此外在科仪进行以前 通常会先进行不须和洒净的仪式 不须 不须的意思即在太须中漫步 道士在已设置的祭坛中 吟唱《玉经山不须经》 同时静叩齿、燕经等仪式 配合、纲步或语步、步法 借着脚踏心斗的方阵 不须玄绕而以达天界 不须可以是一种模拟升天的过程 撒进 撒进的目的是扫除晦气和洁界风坛 使坛场洁净 避免教祭所修之功被协会所破坏 启师圣 启师圣是意请神仪式 道士逐一称念圣号 并行相攻陷 所照请的诸神着岸未皆知尊卑 远近而逐一起请 包括师圣、官僵或公曹 众神力坛的目的是为监督或主持法事 与其圣灵相对的是谢师圣 当法事结束后 道士会以谢坛事与以礼谢 请众神灵开坛场 待归官府 入户 入户及入的户身内坛与出户相对 从道教的观点看 入户便是恩天坛进入天界 道士需按照一定次序密咒及步伐 病中的含义是进行仪式者需先改变自己的状态 将自己从凡俗中脱离 成为一个可登神圣界域的化身 发如与请神 在道教理论中 人的身中有神明三十六人 包括三五公曹 左右相攻 使者 是相经同御与五帝执福 执日相关等 发如的目的是照出生中神明 朝真业定 其中包括仪式的细节 包括礼师 魏灵 明法古和发如 与发如相对的是 妇卢 亦称存天福卢 即将所出之身神归还本位 敬表与转经 敬表及承奏表之一夜地之法事 此环节为整个道教科医的核心 敬表仪式包括宣慈 及数岁修法事的时间 地点 信氏之名 其佑之意及各朝科医所刻夜天阙 必君的圣号 刚不由二十八秀起 四位三十二天 再四位南斗 北斗 三海 五行 九宫 最后向天门踏行三步以禁地表文 道士到达天门之前 随即福地存享成此表 称为福章成表完毕后 再出天门 谢恩而退 法器 法器是指道教仪式中所使用的各种用具 无论举行何种道教仪式 居离不开法器 在道教仪式上使用法器 主要是为了使仪式具有法力的效能 从而呈现出强烈的节奏感与庄严肃物的宗教气氛 因此当道士在执行仪式时 除了要注重弹场的设置 如香如 贡品等的摆设 和本身的服饰 如头上的道观 道经 身上的道符 道律等 外 还要因应仪式所需而使用何种法器 此等法器 或有用以并邪驱魔的 或有用以造神潜降的 或有用以静随坛场的 或有用以节至经诵的等 地中 亦称三清灵 法灵 法中 道士行仪式的法器 地中有手柄 柄端称 剑 成 山 自行 是道教三清的象征 代表欲清源使天尊 上清灵宝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地中有将神 驱魔的作用 法师师法师以单手持柄摇动 其叮叮叮叮的声音 意味震动法灵 神鬼贤轻 木鱼 木质法器 又称木骨 道教行 以实用以敲击节奏 以控制诵经速度 由于鱼昼夜都不合眼 所以把木头雕刻成鱼形 借以警戒修行者应昼夜思道 切勿懈怠 木鱼样式和大小有多种 小木鱼可握在手中敲打 大木鱼通常放在金岸旁边 骨 皮面木质法器 有圆筒形 扁圆形 大小两种 道观早晨开净 晚上止净时 均有几骨位耗着 小骨在行仪时 作为法器 配合小钟使用 骨身有通神辟邪的作用 道教及骨十分讲究 手法多样 既能模拟风云雷雨 又能配合金玉版眼 未知花点 如意行仪时高功 主持仪式的法师 得法器 由玉 木 古等雕制 形状略趋如 心 字 有三点 首尾两端坐 云叉行或灵之行 中央一点成圆形 三点暗玉 道化三清 知义 义象征义新尊三宝 道宝 金宝 师宝 相传如意为皇帝战施油之兵器 具有辟重膜 宣宝金之法力 现今道教行仪时 只有高功可以守持如意 庆 同职波鱼状法器 道教行仪时 及庆以通报神灵 消灾解恶 相克叩拜神灵 直电道士及庆以示通报 在道场诵经时 及庆以控制科医程序 隐庆 同职法器 又名守庆 七行四享晚 顶部连一目柄 以便斜持 行走送念时 敲击沁边 其清脆之身 用以引导 控制行仪的速度 顾名引进 水鱼 道坛法器 及水碗 清水碗 用以盛装法水 甘露 谷味竹制品 经多味同志 有的行如茶杯 杯口略大 杯身周围会有 五月真行图 有的壮如饭碗壮的水鱼 杯口略窄 高宫法师 常以左手持鱼 右手直扬柳枝 沾取于中法水 便洒法潭以示浸潭 当 又称丹音 铜骨 俗称当子 行为直径约十公分的小铜螺 悬于木框上敲击出身 如果有多面小螺悬挂于同一框上敲击演奏 则称为 云罗 云鸣 腦伯 亦称伯 铜盘 由两片圆形的铜板组成 其中央的隆起部分 有神过步调细节起来 行仪时道士双手各持一片 合集发生 腦伯之身 可引送神浆 驱赶妖魔 行仪时 腦伯通常何当配合使用 令旗 道教法潭上道士用以八号施令的旗子 旗面位清 红 黄 白 黑五色 代表五行 并相以齿状色边 配有飘带一条 旗杆一番为横质 旗子上书有 令 或 誓照万神 等字 状翻 法潭一丈常用法器 状 翻的区分在于 状顶有盖 并有直杆 可以手持 翻顶无盖 又手持着 亦有悬挂于神像两侧 法潭设置状翻主要用于蒙天告地 昭真照灵 朝顾 又称规简 朝简 朝板 奏板等 原是古代朝廷上官员所值的手板 上阳可以祭祀 以免遗忘 在道教法坛上 仁尊古义以示法师 向帝尊奏告 朝拜时君 是两手公职朝顾于胸前 以表尊敬 法齿 坛场法器 有木齿和铁齿两种 木齿多位金色或红色 两面均有刻度 并刁有葫芦等吉祥图 铁齿布袋刻度和图案 令有天蓬齿 行为四文 各面分别刻有日月 二十八星秀 等星象图案及天蓬元帅圣号 以示天蓬神的 立邪力量 道教认为法师具有立邪除魔的力量 法剑 坛场法器 即 宝剑 令剑 七星剑 法剑是道士施法的法器 具有斩妖珠魔的法力 柯仪中念咒语 蓄水 撒尽 焚符等节次多以法剑相配合 法剑有金属和木齿两种 金属剑的剑身两面各相有北斗七星图案 剑柄则刻有龙 符图案 桃木剑的剑身亦刻有符咒 法应 道士上奏天庭文书之印性 也是行使神力的法物 法坛上使用的青词 表彰 译文 宝席 符禄多概法应 以象征神灵的加持和班情 资料有木质 实质 青铜等 印文多位先生的尊号或法坛的名称 文字通常成撰体或符禄 非一般人可识读 令牌 又称雷令 五雷号令牌 源于古石军队的古符 有金属或木质多种 令牌的正面一般有 五雷号令 背面有 总罩万灵等字样 两侧刻二十八星宿名称 令牌上圆下方 象征天地 是道教法坛上用五罩及神将 拆遣神灵的法器 亦有辟恶曲斜的作用 手奴 有饼的香奴 用手持炉 故称手奴 古代贯献之礼用龟赞 赞的形状像盘 内圣放祭酒 手饼像龟 指柄以行贯献之礼 参考资料网站 道教文化 HTTP报号双斜线 www.thoest.com